朋友们 周末好 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说 你说江峰为什么昨天一口气说完得了呗 主要是考虑啊 你看 不少朋友他要转发咱们的节目 上次就有朋友提醒我了 说 江峰 你这个半个小时的节目 这大小就去到极限了 再多那个转发的时候就困难大很多 咱们替别人着想吧 是吧 另外 除非是直播呀 这个节目嘛 时间长了大家也烦 时髦话叫什么 叫做审美疲劳啊 另外 我做节目基本上就一口气 一静到底 咱中间就不歇着了 那么我这口气憋着 这口真气 半个小时左右 再多了也就露气了 咱们这书接上回 你看咱们这个书接上回 时政类节目都做出张回体来了 他说 话说美国国会出台一个制裁名单 好家伙 政治局常委都敢动 还动了俩 这是坏人发抖 好人痛快呀 咱们演绎一下 今天高兴吧 这个国会的制裁名单到川普手中 是未必照单全收 但这个惩罚力度的确是历史上最强的 不说别的 这次消息刚传出来啊 说是杨洁篪约了蓬佩奥到夏威夷去见面 你说他能谈什么 不就是现在谈的事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我出了一个法案出来了 这个香港国安法 你把我们几个人都给制裁了 这个事咱们怎么收拾 你看他约在夏威夷 他也不到美国本土来 说明他还保留着一点所谓的强硬的一个姿态吧 但是主动来谈 是吧 那么我们看这个惩罚力度的确是强的嘛 是吧 五名正省部级两名政治局常委呀 特别是汪洋 作为主管中共统战部的政协主席 大家还记得吧 2019年五月 他召见台湾各大红枚 七十多家呀 说这个政协主席召见大家了 要就要出镜了 哎呦 他们还犹豫呢 是不是暴露了吗 不要怕暴露啊 新闻战线的统战工作者回台湾大力宣传一国两制去 汪洋当时怎么说的 台湾当局两年后的事情都保证不了 这是威胁的蔡英文政府 你两年以后说不定我就把你们台湾给占领了 这个潜台词 为什么那么张狂呢 为什么把这些中共培养的地下工作者都暴露出来了 两岸之间是敌对关系 你暴露出来不怕他们把特务当特务给抓了吗 因为中共认为它赢定了 已经在为统一台湾做最后冲刺了 就让这些红媒站出来 大张旗鼓的宣传呗 认为暴露出来比继续隐藏下去更有意义 结果你看 一个月之后 对吧 这接见红媒是五月份吧 六月份出了什么事 大家知道了 对吧 峰回路转 香港反送中爆发 香港的孩子们呢 接近一万人被抓被杀 咱们知道在他们之前 没有人敢对中共的暴政如此的勇敢的抗争过 这些香港的孩子们用他们高贵的灵魂 超人的政治智慧 硬生生的扭转了海峡两岸的政治天平 八千人 一万人不到 就下两千万 不就是这么个事吗 一国两制成了个恶毒的诅咒 成了一个有毒的苹果 现在我估计一年前在北京幻想的不久以后 可以在台北举杯同庆统一大业的这些媒体大亨 现在后悔的不得了 哎呀 这个在北京的时候还露一口白牙 说气死呢 这下都暴露了 你等着台湾反渗透法呀 慢慢收拾你 别说台湾被接见这些红媒 就连接见他们的这个大领导汪洋 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嘛 美国盯上他了 上了制裁名单了 跟大家说这个统战部的工作呀 这个渗透到美国本土来的各类前线作战 他叫Front嘛 United Front 就是前线作战 你看你最顶层的领导自己都保不住自己 你在美国的这些什么侨团、侨舍、同乡会、统促会 你还不赶紧洗洗 散了 你会发现 这段时间你看观察美国高层 思想力、行动力方面 尤其是在应对中共的威胁方面 力量整合默契非常好 这次美国国会发出的这个对中共高官的制裁 是因应香港国安法的突然推出催生的 外延到了中共的统战系统 这个呢 跟中共这段时间表现 比如在疫情期间呢 对美国甩锅了 然后大外宣造谣了 战狼外交了 你做的越过分 美国这边反弹的越有力度 我们举一个鲜活的例子 你看这次美国不是又暴乱了吗 中共再次利用社交媒体展开群众运动式的 大规模丑化攻击 来强化美国的社会撕裂 这种做法就如同什么 就如同刚才说的国安法 促动美国的立法行动机构行动力一样 你这边一刺激好嘛 美国高层又一起发力 三月份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推特禁止 中共政府使用这个平台造谣 到了5月27号 川普直接就说了 针对推特声称要强力监管社交平台 甚至威胁说 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关了 这下推特那个股价文讯而跌5%以上 你说它能收中共的广告费收几百万 收多少啊 是不是 这一跌5%那是几个亿出去了呀 现在你看 一直被怀疑与中共私下关系甚好的推特 就不得不下重手了 星期四它关闭了 移除了17万个账号 什么账号呢 与推特合作的专家检视这些账号 发现这些账号对这个香港抗争 对武汉肺炎这些主题发表欺骗性的论述 推特表示说这些账户是什么 发表都是亲共言论违反平台规则删除的 其中有两万三千多是高度参与的核心网络 其余呢 就是15万个账号 是属于那种转发账号 起哄的 推波助澜作用的 这次17万全给删除了 昨天华春莹表示说 推特首先应该关闭污蔑中国的账号 华春莹说中国才是假消息的最大受害国 这我听了心里都乐 就像什么呢 就像日本韩国谴责中国说 你们的雾霾造成了空气污染 然后华春莹站出来大声呵斥 我们中国才是雾霾的最大受害国 跟这个一样 当然吧 对不对 你每天就活在雾霾当中啊 但你要问一问这雾霾都是谁生产的呀 中国人每天都生活在中共党媒 无时不刻制造的谎言当中 那中国人当然是假消息的最大受害者 中共党媒说美国的新闻自由双重标准 支持香港政府的 支持中共的言论就被删了 既然他开始造这个谣 我就说几句把这事给说清楚了 说个真相吧 这个言论自由根本一句 在美国是什么呢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定义啊 记住了 是人民批判政府 而不用担惊受怕的权利 而不是说人民去表扬政府的权利 那天有个五毛在我这留言说 江峰 你整天骂共产党 你也骂一骂所有美国人都痛恨的川普 我也不知道小粉红的这个统计数字哪来的 所有美国人都痛恨的 咱们不说他的逻辑了 我就跟你说哈 如果说美国人都痛恨了川普 那川普是不是成了弱势群体了 咱们是个爷们 爷们是不是应该为弱势群体发声啊 在美国呀 主流媒体70%以上都是左翼媒体 他们骂川普 造谣川普是可以获得市场回报的 他要挣钱的 这是一个买卖 你知道吧 是一个把鼓鼓的钱袋子憋在腰上的事情 你去骂共产党 风险要大得多 对吧 你自己也知道嘛 你在墙内是一句皇上不爱听的话 你都不敢说的 对不对 即便是在海外批评 批判共产党风险也非常大 付出的代价也很大 批判共产党就是一个要把脑袋憋在腰上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这个比喻哈 我就等于是在把腰把脑袋憋在腰上 还是把钱袋子憋在腰上 在两者之间 我 江峰选择了前者 因为我知道 一个让你说句话 都要担心掉脑袋的政权是必须要推翻的 在这一点上 我跟刚才说到的 香港的街头抗争者的判断 和他们放下自我安危的选择是一样的 那么好 说回来推特这个事 你看 中国的微信 这些媒体它关闭账号 关都谁的 关私人的账号 关民间的账号 关企业的账号 这是中共监管的结果 是政府打压民间自由 推特关闭的账号 专家定义为叫什么 叫StateBet 就是等于是国家支持背景 就是你中共支持的账号 当然你也许会质疑 你推特专家 你凭什么说这是中共支持的账号 你拿一句出来 当然我手上没有推特给我的分析报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逻辑 这些社交媒体在中国大陆你是看不到的 是要翻墙出来才能使用才能看到的 对不对 那么我就问你 你见过哪一个从监狱里跑出来的人 越狱的人在高墙外去赞美监狱的自由与美好的 小粉红们意识不到他自己在墙外这个存在 就是这么一种不正常的逻辑 现在美国政府我跟你说 就是用这个基本的常识判断 来对你是否与中共站台 是否中共支持你 来判断你这个媒体是否存在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既然美国国会报告说 要把所有的统战部关于放入制裁名单 统战部所有的下属 不管你披着怎么样的马甲 出现在美国社会当中 都会最后被揭露出来 川普政府这次不是钦添了四家中共媒体 进入外交使团名单嘛 是吧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然后环球日报和凤凰卫视也在起立 这个胡锡进呢 环球时报的主编呢 就站出来发表文章吧 讥讽了一下 他意思是说 既然你美国把环球时报 当成外国使团来对待 那么好 中共外交部为什么不给他发外交官护照呢 为什么美国人不给他外交豁免权呢 其实呢 胡锡进又在玩弄字眼欺骗国内民众 你以为胡锡进不知道这个外交使团到底怎么回事吗 胡锡进到底算不算外交人员 外交使团登记到底什么制度 这胡锡进环球时报到底冤枉不冤枉 咱们呢 就把这个事再说一下 这个被登入外交使团这个外国媒体 在美国理事上也有过 就是冷战时期 苏联的塔斯社和真理报 你一听大家就清楚了 是什么 是美国针对敌对国家在美国进行政府宣传 这么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呀 不把中共当敌手 不会这样要求的 这是认定外交使团的第一层含义 好 那么一个政府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机构 你只能是外交使团 你只能是领事馆大使馆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我中宣部我在美国上班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把你放在外交使团名单的第二层含义 就是认定你是中共政府的一个部门 但是你又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外交机构 所以胡锡进你也拿不到中共的外交护照 在美国呢 美国也不会根据伯爷纳公约尊重的 那个外交豁免权给你的 那么环球时报上榜冤不冤 胡锡进自己设评就说了 准确给自己定位了 说媒体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 你给自己定义看门狗 这是你自己写的 对不对 胡锡进先生 胡锡进自己也承认他们是人民日报下属机构 要听上级的指挥 上级的调动 那么第三层含义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定义为外交使团要达到什么目的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 把你们这几个中共媒体都揪出来 你看 既然你是一个中共政府的机构 你就有义务告诉美国人你干了什么 对吧 这一点就跟普通的商业机构 什么私营媒体你就不一样 你就不能享有他们拥有的那个自由尺度了 胡锡进说 他被美国安排进了外交使团 他不能呼吸了 I can breathe 这点倒是说对了 美国政府就是要对进入外交使团的这些媒体运作进行监管 你没有那么自在 特别是什么 那个财产支出物你要申报 在美国要求下 你看那个上一次的那个英文的中国日报 他就老老实实的 也不一定老实了 反正他得说 不说实话的话 财政部到时候一查你说谎的罪更大 所以他向美国司法部申报过去三年半时间里他干了什么 他向美国多家传媒一共支付了1900万美元 这么一分一巴了 你看谁接了钱了 推特26万 华盛顿邮报460万 华尔街日报接近600万 来干什么呢 刊登叫China Watch 这是一个什么 就是来宣传中共思想的一个小快讯 在名单上出现的还有好多呢 什么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休斯顿纪时报、博士顿环球报 收了700多万美元 你看 是不是 标准的这些都是美国左翼媒体 跟中共之间是什么关联 清楚了吧 中共把你给卖了 交代清楚了 美国人喜欢说什么 他说Follow the money 就是跟着这个钱就能查出线索来 就清楚这些内幕交易够大 中共如何影响渗透美国媒体的 你想 如果不是把他们列入外交史进行申报 这些证据 那得你出了事后 法院要求你才能够拿出来的 现在不就什么 一点点的全暴露出来了 对中共的媒体在海外运作是一个制约 对他们在海外干过的事情 和以后想干的事情呢 清清楚楚了 这反过来 对于美国的左翼媒体 包括刚才提到那个推特 他跟中共的交易 你想 咱们就琢磨嘛 是不是 是不是就构成了他们在五月份以前 表现是这么的亲共的原因呢 他收了钱嘛 收钱办事嘛 对不对 那么好 现在这个收的钱暴露出来 是不是又成为了什么 现在被发现内幕了 赶快收敛了 为了避免责罚而对中共账号进行关闭呢 所以大家看出来 这是一系列的动作 只有彻底打击中共在美国的存在 才会解决美国目前众多的社会问题 社会撕裂 自由主义思潮的根源所在 能把这些问题根给挖出来 那个凤凰卫视入榜具有更大的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呀 美国政府不再像对待华为那样 你看华为当时 华为到底是私有制啊 还是公有制 是国家管的还是军队管的 这个美国还调查来调查去的 结果什么 他忽略了中共本身就是全民皆兵啊 他跟你玩是朝鲜战 你还老老实实调查它的背景 结果让华为在设备采购和欧盟的5G的布局方面 取得了一年多的准备时间 凤凰卫视它也是一个私营企业的架构 如果美国继续论证说凤凰卫视 如果是中共的情报单位 这个情报可靠吗 你论证来论证去 好嘛 你看习近平需要的中国好故事 凤凰卫视又得讲好多好故事出来了 那得传送到多少海外华人的家中了 又得什么 欺骗蒙骗多少华人 害我们嘛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用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逻辑 一个越狱出来的人怎么会赞美监狱的美好 就不再纠结于你什么所有制 不是国营的 就跟中共没关系 不是这样判断的 而是根据你的言行 你舆论的立场 你的头版头条写了什么 你的头版头条 你这个报那个报 你是不是跟人民日报一个说法 一下就看出来了 对不对 当然重要的根据还是美国情报部门对于这个 来对你这个背景的调查嘛 来确定你是否是中共的大外宣的构成 确定你是不是这个汪洋的手下是中共统战工作的构成 这一点为什么有着深远的意义呢 不仅把凤凰卫视给挖出来 因为还有大量的深耕华人社区的报纸 还有不少在这种视频上 像我们这种自媒体形式出现的很多的媒体形式 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 把很多媒体都列在了中共外宣名单之列了 你给它列进去 它怎么样 它还很张扬的回国去参加中共举行的什么 媒体肯谈会、媒体茶话会 该吃喝 该吃 该喝 该喝 还拎着这个手礼回来呢 很张扬 原来美国政府是拿他们没有办法的 现在好 凤凰卫视这个先例一开 必然这些媒体是金若寒蝉 这些外交使团之列的中共媒体 有没有给这些华文媒体钱 彼此之间的金钱往来业务合作有没有 会一一浮出水面 这是美国社会去中共化的一个显然的趋势 咱们遇见不远的未来呀 这些有中共背景的红色媒体会怎么样 迅速的业务萎缩 人事浮动 谁愿意 就是说在美国生活工作嘛 是不是都知道美国对现在中共的这个立场了 你还给中共的老板打工吗 是不是 那我做个广告客户 我要给你送钱 让你帮我做广告 统战部大领导汪洋美国都敢收拾 下面的喽啰们还不怕吗 我说咱们就等待一批关门朝的到来吧 这个昨天呢 说到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台湾防卫法 这是一个我今天要说说的话题 因为它目前只是一个 就是刚刚议员刚拿出来的提案嘛 是吧 所以太多方面没有引起重视 至少到做节目之前 我没有注意到比较有分量的分析 我们今天算是叫抛砖引玉 咱们提供一些思想的线索 好吧 因为这个话题一开 朋友们呢 会有很多过去都很难想象的重大事件 会跟随而来的 咱们拭目以待 你看 台湾的问题 说白了 它的军事地位是它的重要性的关键 你想 经济总量 人口 区域影响力 你跟大陆来说 你没法比 对不对 但是它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关键构成 作为美国把中共作为第一战略对手的国策的改变呢 台湾的军事重要性是特别的突出 那么台湾的国际地位 比如说是否加入国际组织 是否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 都是服务于台湾作为不成的航空母舰的 这个战略要冲的地位的 我们看看这个台湾防卫法提案是有哪些具体内容 这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是星期四 在他自己推特上宣布的 说他前一天在国会推出了台湾防卫法 叫台湾Defense Act 这个防卫法目的是什么 叫确保美国维持足够的军事能力 来阻恶中共对台湾采取的继承事实战略 这四个字 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构成它整个防卫法的关键四个字 继承事实 什么叫做继承事实策略呢 这四个字是构成它这个提案的关键 如果大家以前看过我做的节目就知道了 中共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所有的军事战略 都建立在一个先发制人短期控制台湾的时间点上 你会听到过去不是说大陆这个南京军区高级将领 说72小时拿下台湾没有问题 还有说近期中共高级将领会议又谈到了 中共陆军就问海空军你们能不能够扛得住三天 如果你们扛住三天 我们陆军就登陆占领台湾 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关键点 是什么 就是中共意图呢 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有效的做出反应之前 夺取台湾的控制权 夺取台湾以后 同时来威胁美国军队 你看啊 我们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了 你要夺回去 你是不是要登陆 你要顾虑跟中共军队在台湾岛上短兵相接 你是不是要顾虑台湾的民众安全 城市密集度 人口稠密度那么大 你就不怕你的枪炮伤了台湾民众吗 共军不会这么考虑的 你知道 这成了保证他们安全的一点 就是民众的安全 成了保护他们的人质 这会让美国相信什么 就是你采取反制行动会造成非常困难 或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然后望而却步 行 你拿走吧 他想造成这个结局 这是一种军事冒险 中共跟日本当年一样都知道 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 军事冒险可以抢夺一份空间 用战逼迫美军求和 为了实现这一点呢 军事上发展中程导弹 发展蓝海军大投入 是不是 政治上的对台湾强大渗透 扶持亲共的政治力量 这个都是在什么 中程导弹逼迫你过来的时候呢 增加时间 扶持亲共的政治力量 我一攻台 你就举白旗 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个也是缩短控制台湾的时间 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在美国军队反应之前 在占领台湾是他们的这个目的地 那么霍利这个提案的可以说就是什么 点了中共的军事战略的死穴 如果美军靠前部署 对台湾遭到军事入侵的反应时间 如果趋向于零 那么整个中共的武力攻台就根本无法实现了 你别72小时 你一动 美军就出现在了 是零小时 对不对 这个意思 中共的这个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这个军事规划 这下子好 你得颠倒重来了 颠倒重来有没有可能呢 没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中美之间军事实体的差异嘛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取代现有的这个 唯一可行的既成事实的军事冒险战略 换句话说 中共武力攻台彻底变为炮影 实现美军零距离零时间点救援台湾 唯一的方案是什么 朋友们已经猜到了 就是在台湾驻军 这个关键点将让这个提案呢 就是带来整个两国之间 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 我们知道蒋先总统时期 中美有个共同防疫条约 当时美国在台湾就已经有驻军了 那个基础是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 并与美国有外交关系 美国与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军事盟约 来对抗一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法理上是行不通的 解决的方案呢 只有什么 要么就跟中共那边彻底是白痴了 进入战争状态 两国断交 既然打仗了吧 为了赢得战争 跟台湾怎么合作都没问题了 要么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就开始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 承认台湾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 而不是中共大陆的一个省 否则你是不可能介入中国的内政 在中国的一个省那里驻军的 所以要什么 师出有名 你就必须彻底否定 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一个中国的认定 美国就必须告诉世界这个历史真相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中美建交公报的英文原版 美国仅仅是被告知一个中国的存在 而不是认定一个中国的存在 中文版的翻译 把被告知翻译成了认定 是中共蓄意更改的 其次是什么 其次是美国第二岛链 关岛这个军事部署必须靠前 包括像空军第18连队 你可以返回原来的大本营嘛 这是台湾的青泉港空军基地 我估计那里空军宿舍还在 打扫打扫卫生就搬进去了 此外呢 第七舰队一样跟过去一样 可以在台湾建立指挥中心 航空母舰可以靠港台湾进行补充 进行一系列的军事部署 这就叫做靠前 使得这个接触点成为零 大陆一动手 美军是第一线就可以进行接触作战 此外 为了保障靠前部署的美军的安全 美军肯定要多一个手段就是什么 预警升空的前提就是要强化 对浙江福建沿海的侦察手段 美国人是不会等着 让自己的飞机停在机场上 等你中程导弹来炸它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中共的中程导弹的部署 还有整个福建浙江一带的这些机场的 即时调动的情报 就要更重视 这就必须要求大量的安排美军的高空 无人侦察机的巡弋 这项安排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 实际上在前一段时间 美军国防部给国会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了 美军军方提出来 就必须有这种必要性进行高空侦察 对中国整个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个军事侦察 所以你看哈 这个美国立法机构和美国军方的这种默契 绝对不是巧合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美国高层对于中共威胁 已经形成了思想力和行动力的高度整合 它不像中共这边只是打嘴炮 吹完牛 骂完娘以后什么办法都没有 在美国这边已经完成了 立法到行动的一个整套的东西 2019年 当时环球时报也就打嘴炮嘛 鼓噪说美军航母停靠台湾之时 就是武统台湾之日 实际上正好相反 我们看今天这个形式 只要美国真的实施台湾防卫法 去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 那么中共武统台湾的军事冒险 就彻底成为炮影 因为从李登辉时代开始 中共这个对台作战方略 无一不围绕着打美军支援的这个时间差 现在岛内中共的侧应力量 咱们知道已经失去了他大权在握的时机了 汪洋和他的红媒 期望在台北开庆功会 已经没有希望了 当年毛泽东敢于炮打金门收复大臣岛 那后面是因为有苏联撑腰 美国这边刚一谴责苏联就说我要扔原子弹 毛泽东还希望说美苏两国世界大战 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 你说这不是混蛋想法 为什么那么想呢 他知道啊 你只有这样在中国土地上打他做主 才会赋予他世界革命的领袖地位 他管你死多少老百姓 但是我们回头想 即便这么伟大的革命理想 这么强大的苏联坐后盾 毛泽东当年还是直接下令说 千万不要打来坚硬国军的美军军舰 为什么 怕 那今年的习近平怕不怕呢 孤舟朔利翁 毒掉寒江雪 习近平比当年的毛泽东差远了 现在可是个苍凉 不过我想用这个台湾防卫法提出人 就这位获利议员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评论 因为总有环球时报 凤凰卫视迷惑国人的时候嘛 他们会怎么想 说你看你江峰 你就是替美国的霸权主义这个张目 他们就在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 咱们先说哈 如果你们把台湾人还叫做中国人的话 你们问过海峡那边的中国人 他们愿意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未来被中共统一了去吗 问过吗 咱们说获利议员是怎么样描述他这个提案的目的啊 他说我完全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 如果那是真正的和平发展的经济 但我们必须对军事冒险主义说不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见 这一期不见 我等一期不见 过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